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一起来学习发菩提心 我们从至今菩萨的发菩提心经论 已经了解了我们具有的菩提心的意义 它的重要性 还有能够真正的利益的行为 就是从发心、誓愿 还要落实在六度波罗蜜 所以菩提心的成就 其实也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善行 都能够透过我们的心来地链 那从心经过行为的落实 也就从善行到清净行 不执着能够体现我们心的本质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无限的修行 是无限的历练 从六度波罗蜜的六品之后 在发菩提心经论 就进入如实法门品 也就是我们这个单元 要再继续来探讨的 也就是从六度波罗蜜 已经可以学习在世间 能够布施 能够坚持我们所有善行的 清净的基本是持戒 然后能够修忍辱 精进乃至能够学习禅定 再观察一切诸法的真相的智慧 那这样子以后呢 还要落实 再从文施修 虽然能够听文 可是呢 我们的真正的能力还不够 所以在如实法门品里面 就还要关照 我们从我们学习的环境 要远离不好的朋友 还有不好的习惯 不好的我们的习性 那从这一些的远离之后呢 在建立七种正确的 有善知识的引导 也要能够发起求法的心 也要能够真正为了要成就 我们的宝贵的菩提心 而要能够精进修行 然后观察世间的种种 然后观察世间的种种清净法 要从世间法里面 也要学习出离 然后也要发菩提心的菩萨道 所以要能够在诸法 能够学习人路 所以如实品里面 也就是从六度波罗蜜 种种的学习 我们落实在我们真正的世间 我们的环境里面去实践 那远离的不好的七法 在建立善的七法之后呢 在文字里面又谈到 我们虽然所有的学习 是有动机 可是心里要无所求 所以要以无所得的心 来发菩提心 所以谈到心是空向 心的本质是空的 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善行 它是历练 那我们就会了解到 如果我们的心 没有成就善法 那我们的心实际上 是在我们的妄念 还有我们的凡夫的习性里面 就会成就很多的恶法 或者是把我们本性的 清净本质支柱 所以要修行善行 还要能够发菩提心的重要 也就是让我们的心 可以真正去成就善法 不然这个心 它是在一种操作的过程里面 就会随着我们 没有历练的这一些的行为呢 去操作不好的这一些的作用 所以从能够历练善法以后 最重要的还要回归到心的本质来了解 所以从这样的角度就要谈到无所得 可是这样子的无所得呢 是建立在所有的精进修行的这样的基础上面 谈无所得是要让我们的心更加的自在 而没有被我们所修的善行 又支柱了我们的心的本质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提升 是永远的清净 所以能够不一切众生 而不已有众生可度 我们常常从经典里面了解菩萨 这样子的慈悲 这样子的自在 原来也就是以无所得的心 呈现了心的真正的作用 而且全部都是善法的作用 那了解了这样的以后 我们接着要来谈的 也就是再进一步的解释 为什么无所得 可以无所得 那无所得的状态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在发菩提心经论里面 就谈到四无量心 也就是菩萨能够 于所习持了无有我 于所习悲了无众生 于所习习了无有命 于所习舍了无有人 所以这一段是针对 能够行事无量心 持悲喜舍 可是每一项都不执着 所以在习所持了 也就是说 那菩萨也就是 我们开始要发菩提心 我们也将在学习持能与乐 也就是让众生可以得到免于痛苦 免于轮回 免于烦恼的这一些的束缚的苦 而得到真正自在的乐 那这样子的行为是持了 也就是说 已经行了四无量心的持之后 可是又无有我 也就是没有说 是我给众生的乐 这个乐虽然是佛菩萨 那或者是我们开始在学习 我们也有一个分享 那众生能够了解这样的道理 也是要靠众生自己去修行 那能够真正了解了这样的道理 修行了以后 那么众生真正的解脱烦恼 那这样子的过程 也是众生在修的 那在这样的过程 就没有执着 有我是能够教导的 没有一个我是能够行持的 这样子的一个执着 所以也真正能够达到无所得 那这样子的心也是了解到 以修持得到这样子的修行 可是心也是达到空向 所以是以所习持了 无有我 那以此类推呢 下面的悲喜跟舍 也是一样的道理 只是在悲 就是于所习悲了 没有众生 所以一个是没有我值 然后一个是没有让众生 可以真正得到学习 禅乐为乐 那为喜 那真正的这样子的一个 解脱的喜的状态 可是呢 也没有这个命 也就是我们觉得说 我有这样子的一个寿命 可以去成就这样的一个喜 所以也是没有执着 那第四个舍 也是没有人 所以从四项来对照 事无量心 就是慈悲喜舍 然后对照四项 就是没有我 众生 命 跟人 人呢 也就是没有所有的 这一些的各种的不同的差别相 所以说能够行舍 就是能够以平等心 没有对待一切众生 跟里面的这一些不同的习性 不同的特征 种种的根基 那都没有差别 所以这样子的对照 就是能够达到真正心的空 而无相 就是没有差别 那下面呢 就再以六度波罗蜜 来让菩萨在发菩提心 能够行六度的时候呢 也没有执着 而得到心 真正保持空 无相 所以这边的经文 我们来了解 虽行不失 不见失误 虽行持戒 不见静心 虽行忍辱 不见众生 虽行精进 无离欲心 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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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除恶心 虽行 智慧 心无所行 在 这里的内容 主要就是 针对 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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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学 智慧 这六度波罗蜜的内容 来 达到 不执着 而没有 心执着 有 修六度的相 所以说 虽行不失 不见失误 也没有 不失的 这一个 物品 就是有 不失的 这样的行为 或是不失的人 所以是 在行不失的 过程 没有 执着 我们有 做了这样的 不失 没有 执着 那 持戒 也又 不见 尽心 也就是 没有 有 所得的 认为说 我们 持了戒 那 我们就有一个 清静这样子的 一个观念 因为 在如实评里面 要让我们 由 无所得 这样的观念 达到 心的空无相 最主要是 要让我们 从 心的本质 来看待 那我们 本来 凡夫呢 也就是 在世间法里面 我们都是 看着有相 然后 世间法里面 有好 有 不好 有喜欢 有不喜欢 有种种的 这些的差别 我们的心是 很逼迫性的 因为我们总是 有所得 就觉得 我们喜欢的 我们要保有 那我们不喜欢的 我们都希望 把它排斥 所以在 这样子的一个 处境里面 我们的心 经常呢 都是很忙碌的 在分别 然后 在起这些的作用 那 现在经过 发菩提心 而了解 心 它是有一个 无量性 无限性 无限性 而且 心要能够真正去行 利益的行为的时候呢 是真正能够感受到 一切众生的苦 这样子的 一种 体验 真正能够深入 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 这种 不愿意受苦 而要得 自在这样子的 一种状态 所以 从这样的体会 就是一个大悲 是心 应该去 真正成就的 最好的一个状态 我们从 凡夫的 这一些种种的 世间的追求 所得 烦恼里面 那 佛菩萨修正的 就可以看到 心的本质 所以要 告诉我们众生 凡夫说 我们要赶快放下 这一些贪质 不要有这一些的差别 这一些的恶的行为 那 这样子呢 是一种方便法 也就是要让我们先从 我们的这一些种种的 执着的理念 就是要把它 导正过来 那导正过来以后呢 因为凡夫的心 是没有经过修炼到 看到心的本质的 所以 虽然从恶到善的时候 那我们还会用 本来的观念 会觉得说 那我还是要以有善可得 我也一定要得到什么 那我才不会觉得说 我好像空空的 空白 白白的做了这一些好事 那我自己也没有得到什么 所以这样子又有所得 那在真正成就的佛菩萨呢 也就是看到说 其实我们所做的这些善行呢 它都是心应该要去呈现的善法 那心的本质 其实上也没有一个 什么样子的执着 所以在如实品里面呢 又要告诉我们说 要能够看到心的本质的重要 那在过程里面 从恶法要修善法 这样的过程是很不容易的了 可是呢 还要再进一步看到 心真正 它的空 它的无相 没有差别 这样的一个境界 所以行六度波罗蜜 也要告诉我们说 你虽然行布施 可是也不要执着 有布施的东西 或者是我们是能施 或者是有人被我们施舍的对象 那连持戒 我们也不要执着有一个清净的心 因为这个心本来 它就是空性 它本来就是无相的 那我们如果执着清净的心的话 那就好像变成说 我们这个心呢 就不敢起作用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实际上是以佛菩萨的境界 来教导我们的 像我们在谈 常常说观世音菩萨 他要献金刚怒目相 那金刚怒目相的 这样子的一个怒目 一个愤怒相 它是也是从心起作用 那他的愤怒 我们就会说 那他不是清净 因为他也有愤怒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是为了利益众生的 可是在观世音菩萨来行怒目相 而利益众生的时候 他是以当时需要这样做 就这样子去呈现 所以在这样的境界里面 实际上 他已经是打破清净 或者是不清净 这样子好像是两边 这样子的对待 所以在这里的空无相 最主要的也就是要打破我们 以为说 我们本来不知道有清净心 那现在这样能够持戒了 得到清净了 我们就以为 这样子又是就净了 我们就以为这样子是有所得 我已经修正到这样子了 那我们都不知道说 心它实际上还要来作用的 可是这个作用是在 无所着里面还要起善行 然后起善行以后又没有得 也没有执着有善行 所以在这里的过程 都是佛的教导 他在方便善巧里面 好不容易让我们凡夫众生 能够行恶到善 然后善还要再提升 所以这里我们了解这样的话 在六度波罗蜜里面 每一度 那也是要让我们打破 每一度我们以为有所得 和已经有所成就的 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所以下面说要行忍辱 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可是又不见众生 也不会见到说 有谁来伤害我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心 又起一个执着说 我现在在修忍辱 我现在是对哪一个人在修忍辱 所以要完全化掉 我们心有任何的这一些的这种对待 那行精进而无理喻心 也就是这个心是很精进 可是我们又不会以说 我现在是精进在修出离 或者是我现在很用功的在修这些的法门 就是心都没有这样的执着 主要的是打破这样的一种 以有所得的心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进步 我们的心才能够在空性里面 去成就一切善法 所以在下面 虽行禅学 也就是禅定 就是习禅修的实际的学习 那这里用禅学呢 又不是说我们现代的一种学问 学术 而是说学习禅行 有在这样的学 所以在古代 那佛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有历代的祖师大德 当他们去讲学的时候呢 都是能够听闻了以后 要落实去修行的 所以这样的学呢 是真正的从我们的心去历练 从我们的静里面去修就修成的 所以虽行禅学 无除恶心 也就是也没有觉得说 我们在修禅行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让心安定 然后去除这个心里面的这些染污的成分 因为要从安定里面才会看到我们的恶心 有就是贪生吃的烦恶 其实都是在我们的心念里面的 都是先有一个心念 然后我们才会去行动 那可是在这里呢 又要打破 我们有这样子在修行 可是呢 又不执着说 我们有这样子有所得 那虽行智慧而心无所行 那这里也是一样 也就是说 能够行六度波罗蜜的智慧 那智慧呢 就是能够在一切的因缘法里面 去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的行为呢 都要符合这一些因缘法 那在我们的心是没有有所行 也就是说 我们的心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意志的 这样的一种操作 就是随顺的 那这样的随顺是一个在智慧的观察里面 所以也要打破 以为我们的智慧是一个 好像有实质的可以得的 所以在六度波罗蜜的这样的修行的过程 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无所得 而看到我们的心的真正本质 那这个部分呢 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呢 都是很深啦 因为我们也都还是在学习说 好不容易要去掉我们的不好的习性啊 我们还要学习好的善法啦 那在这些的过程里面啊 对我们现在又要说 无所得 那至少呢 是我们有了解这样的观念 然后呢 应该是我们做了一些的善行以后 我们的心也要能够放下 我们的心就不要去一直想说 哦 我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 而是会觉得说 我们在这些过程里面 我们只是累积我们的能力 能够让我们更清楚 我们还要再进一步去努力 从行六度波罗蜜 还要能够无所得 也就是要进一步去了解 我们的心是空无相 那这个道理确实是对我们世间的人呢 是很难去了解 不过这个就是佛菩萨教导我们众生的悲心 他的苦心 他在方便的善巧的方法教导 我们要能够多行善 能够去实践六度波罗蜜 还要在进步步告诉我们 在佛的境界里面 实际上六度也不过是来利益众生的方法 方便善巧而已 所以还要在我们更提升 所以了解这样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是真正达到有智慧 那我们还不了解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状况 不过呢 我们就是把这样的境界呢 当作我们提升的对象 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准则 所以在过程里面 我们平常也就是要告诉我们自己 能够行善是应该的 然后呢 让我们的心对于我们所做的 也不要起执着 那这样子应该基本上 对于我们凡夫的烦恼 妄念也会减少 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在这些的过程呢 都是我们每一个行为 回归到我们的心 真正的一个本质去观照 所以从发菩提心经论里面 谈到以无所得来修诸种的善法 然后不执着能够修事无量心 也不执着有人我众生受者向 这些差别 那行六度波罗密也不执着我们有所成就 所以接着呢 要让我们知道真正的智慧啊 就在这样子的无所得的状态里面 显现出来 在发菩提心经文里面就谈到 于一切缘皆是智慧 而不着智慧 不得智慧 不见智慧 行者如是修行智慧 而无所修 亦无不修 为化众生 现行六度 而内清净 行者如是善修其心 于一念情 所重善根 福德果报 无量无边 百千万亿 阿生集结 不可穷尽 自然得进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 在这样子的内容里面 我们 能够了解 真正的智慧 是要在行一切善法 而无所得 这样的心 是能够符合 本性的空气 还有本性的没有差别的境界 所以于一切缘 皆是智慧 因为我们世间 所有的接触都是缘 我们只要跟一个人讲话 我们做一件事情 他所牵涉的都有各种的因缘 那这个缘呢 也就是条件 也就是所有的状况 那在这些的条件状况 因缘里面呢 都是智慧 也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子去执行 这些都是有因有果 那有它的影响 有它的成就 也有它可能造成的种种的 对我们会有烦恼的 所以这些呢 都是要用真正智慧去观察 所以也能够心呢 不以说有一个智慧这样的一个 好像很固定的一种形式 那我们就会以为说 那我把这个形式呢 来套进去就好了 那这样子就不是我们真正能够看待 实际的这种进而去对应的真正的智慧了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呢 又要打破说 不执着有智慧 也不以智慧有所得 也不看到说 有一个什么是智慧 而是这每一种源都是不同的 那每一种对应都是要很活泼的 都是要很现成的 所以这样子来修行智慧啊 就是以无所修 而又无不修 所以这里的一个真正的学问也就是 当我们在谈无不执着的时候 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了 而是一直都在精进的在做 可是心一直在空 所以这样子的过程啊 我们就说真正的智慧 真正的精进 那这里也很重视的一个重点呢 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一些的智慧 我们要呈现的都是为了化众生 而呈现在行六度波罗蜜 所以这个是佛菩萨的慈悲啊 为了要度化我们众生 还在苦里面 还在烦恼 还在执着这些种种的状态里面啊 所以呢 要化现六度波罗蜜来让我们学习 然后呢 要能够真正了解到 我们的心本质是清净的 所以结论说 行者如是善修其心啊 我们如果一个修行的人 要学习佛菩萨的真正的六度波罗蜜 真正的菩萨行 真正的发菩提心 要来成就这个菩提心啊 就是要用这样子的态度来修行 那用这样子的态度修行啊 最重要的 其实所修的 就是我们的心 所以在这里说 行者如是善修其心 所以这里把六度波罗蜜啊 还有我们所强调的任何的善行啊 就用善修其心来种瓜起来 那善修其心等于也就是要借着我们所有的善行 我们的行为其实就是来历练我们的心的 那我们的心又要借着行为来呈现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用我们的这种善修其心来强调所有的修行 就是回归在这个心上面 所以佛法谈到修行 或者是种种的学习 我们自己都称作至心之学 就是治理我们的心的 可是在治理我们的心 修我们的心 也不是说我们只是做着 或者是我们自己好像妄想 我们自己在思维说 我这个心是很善的 那当然这个是一个我们尽忠来调试自己 能够做这样子的一种预备 可是真正的落实还是要在境界里面 也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心就要真正做得到 我们有善心 那看到有人在受苦 那我们的心真的能够有这样的关怀 有付诸行动可以去帮助别人 能够感受得到 那这样的心呢 它才是实用的 才是真正有能力的 所以善修其心 其实也是透过所有的行为 然后又能够观察到我们这个心 本质是空而无相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 能够观察到这样的心 那真正就是一个趋于究竟的修行的法门 所以这样子也让我们了解说 我们在修行的过程 也要回归来观察我们这个心 而不是说只有动作 只有活动 只有行为 那我们的心呢 自己都没办法观察 所以在能够知道说 我们所有的善行都无所得的时候呢 基本上在每一个行为 每一个动作的过程 基本上也要随时都观察我们这个心 都有我们这个动作行为 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 那这个就很深入了 很彻底了 所以在下面更我们了解到说 能够用这样的方式来修行 是行一切善行 而能够回归我们的心的空无相 这样子是善修其心 是不理我们的行为 也能够回归观察我们的心的状态 那这样的时候的功德啊 就是非常的大 所以能够说 于一念情所重的善根啊 它的福德果报无量无边 也就是因为在每一个善行 都是能够回归到心的空性无相 那这样子的心就等于是真正能够通到 诸佛菩萨的心了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 心心静没有执着 所以所有的善行就无量无边传达到 无量无边的诸佛的佛国土 诸佛的境界 所以这样子的福德果报无量无边 那从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我们才会更了解到金刚经里面所说的 也就是我们在以无所得 无所着 没有执着的这样的心 来行布施的时候呢 那它的功德才是无量无边 不然我们以有所得的心来行布施的时候 那这个是非常少的 所以是这样子的一种 从心本直能够通达无量的境界 这样子的一个层面 让我们了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是有它的意义跟深度的 所以下面又说 百千万亿阿僧集结不可穷尽 自然得尽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这样子来修行一切善行 又回归到修心 能够无所得了解心的空无相 那这样的时候 真正是呈现了我们的菩提心 所以说自然得尽 就是亲近靠近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是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从我们最初的众生 都有如来一切的德性的菩提心 现在好不容易经过这样的修行 我们能够行善行 我们能够行善行 又能够以无所得了解心的空无相的时候 才是真正亲近的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也就是究竟圆满的菩提心 那这样子的过程呢 我们从发菩提心经论里面的如实品 我们就了解到佛菩萨的教导的慈悲 就是让我们了解了应该要发菩提心 然后落实六度波罗蜜 然后在如实的状态 也就是要让我们回归说 我的能力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还是要从基本的考量 然后基本的考量 我们还要再提升 从佛菩萨所修到的这个境界 来引导我们所做的任何的善行 也都无所执着 那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慢慢的也就能够从我们的善行里面 来观察我们的心 那这样的时候所有的功德呢 就是无量无边的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是真正能够成就菩提心的 无上正等正觉 因为谈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也会觉得说 我们在学佛的过程 我们有种种的凡夫 众生的这些的习性 那我们都会需要很长的时间 来磨我们的这一些的习性 那这个是一种过程的学习 那过程的学习 我们慢慢的习惯 那我们应该是要生善念 我们的心要保持清静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的心自然就慢慢趋于清静 安定 然后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也还要再调整说 哦这个心啊 不是只有安定就好 那还是要随时要来修学善行 要来修学菩萨道 那这样的过程啊 确实是需要生生世世来学习的 我们每一次每一次都是很宝贵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那我们也会看到说 有一些状况啊 在这些的过程啊 如果没有了解到我们的心不执着的时候啊 它是容易在逆境里面退转的 那所以我们也会非常的惋惜 那看到有一些 它在修行的过程 它会觉得说 好像也没什么成就啊 那好像我自己本身 也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也没什么关系啊 它就开始呢 生退心了 就退转 那在逆境里面 尤其是会觉得 为什么我们在修行 还会碰到这一些的 这种逆境啊 它会觉得分分不平啊 那我们这样的状态呢 也就是没有在修行里面去观照这个心 因为在修行里面 我们有好多的过去的因缘啊 我们有好多的不了解的状况啊 那在这些的逆境里面 它就是因为我们在修的过程 越来越安定了 我们才会感受到说 在逆境里面我们也要安忍 要去忍入 我们要去承受 因为我们现在开始学 不表示说 我们过去的这一些不清静的业 都已经清静了 都改善了 那在这些过程里面 我们要增长的我们的能力 也就是自己能够去接受这样的逆境 而且对于这些逆境里面啊 我们要用什么心态 还有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子的改善 因为有这些逆境就表示说 我们还有能力不足 我们就是还没有够善巧的方法 去对应这些的这种处境 所以修行应该就是能够开放的 一种积极的学习的态度 就遇到顺境 我们也没有执着说 我已经很有修行的 所以我一切都很顺了 我们也不这样讲了 所以这个就是没有执着 那如果遇到逆境 我们也不会说 哎呀怎么这么不公平啊 我又遇到这样子的苦啊怎么样 那而是会是 从各种源里面去了解 我们就是有这一些的 不清静的过去的业 所以我们现在有这一些的抱 而且在现在硕博世界里面 有种种的苦 那我们都还没有去了解 那要遇到的时候 才是一种学习 一种历练 那最重要的就是在各种的事 各种的境里面呢 我们接受 然后能够经过这一些的磨练 那从过程里面 我们又能够安下我们这个心啊 那慢慢的 我们就会觉得说 那一切的行为呢 还是要照样按照佛法所说的真实的善行 然后去观察我们跟外境的种种的这一些的对应 那最后还要回归到我们这个心 所以呢 也不能捨弃善行 所以从如实品里面 让我们知道的就是 若实行一切善 而又不执着 然后不执着 还要再继续去学习 行更多的善 那让我们的心更能够呈现更宽阔的境界 所以这个是无限的学习 才会说我们学佛都是要生生世世啊 那我们在这些过程里面 我们都以无所得的话 我们就觉得也没有压力 也很自在 那就是遇到什么样的境呢 我们就从中去体验 然后让我们的心又保持 就是安定自在的状况 那这样子呢 就是慢慢了解如实 如实就是能够 如一切诸法的实相 那从六度波罗命里面 那我们改善了我们的行为 然后又能够落实来观察 诸法的真相 所以在这样的内容呢 本来是蛮抽象的 我们又觉得很不可思议 所以从第十品的如实品里面 我们也慢慢的去了解这样的道理以后呢 至少对我们是一个经验 一种正确的观念的一个引领 所以从第十品以后呢 在《发菩提心经论》 就要谈到空无相品 也就是要能够 切合我们要发菩提心 行诸种善行 无所拙以后 了解新的空无相 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那在这个内容里面呢 实际上很抽象的一个 一种境界啊 它实际上是由佛实际的修行去呈现的 那在这个里面呢 它是用释迦摩尼佛的实验 它自己的经验 来做辟育告诉我们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说 要以无所得 跟心空无相的这样的境界呢 是由修正而来的 而不是凭空的一个境界而已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呢 来了解佛菩萨的经验 那从我们的实际落实的行为 才能够去了解 那这个是我们大家 来互相共勉 那我们用我们所修的 还有所学的 所有的功德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苏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 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至业 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 上贡下师之慈悲法门 喜认世尊 施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布施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施食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布施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布施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俱足 也因为布施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共三十万三千零二十五场 布施蚂蚁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至 海内外共一万两千三百一十一次 接下来呢 一醒人就又浩浩荡荡的起程 往后葬方向行进 经过巴蒙巴汤的这么一个地方的时候呢 后来嘎丹派中举足轻重的知名 知名格西善知识 广包啊 就在这里出场 当时呢 广包啊正要去尼泊尔求法 所以呢 当广包啊 见到九尾姐的时候呢 先是行李供养 然后说道啊 我要去尼泊尔求法 请你务必给予加持 让我此行没有任何障碍 他这么一说呢 就马上达到啊 你此行必有障碍 所以呢 你就不要去 我在这边呢 就不仅给你提供衣食 而且也会传授给你法教 因为啊 过去在藏地 那些弟子找到上师求法 没有人管他们的衣食 这些弟子呢 得要自己去找饭吃 找住处 不像现在啊 寺院里应有尽有 管吃管住 出家人都是衣食无忧 以前不是这样 为了求得教法啊 这些弟子 得自己去化缘 然后逃犯 然后呢 到上师呢 只能得到法教 比如当时 这个米勒尔巴尊者 向马尔巴大师求法的时候 马尔巴就说 要么给你衣食 要么给你法教 你选择一个 所以呢 像九五姐这样 又给吃的 又给法教的 在当时呢 简直就是一般人 没有办法想象的幸福 但是呢 广报啊 却跟九五姐说 我身上还有一些干粮 不需要您提供衣食 你只要传给我法就可以了 九五姐一听呢 马上就正色说道 不接受衣食的话 就没有法给你 看来求法之路呢 真是这形形色色啊 人格迥异 像广报啊这样的 应该是达到了 很多人可遇而不可求的境界啊 就好像我们现在叫外卖 那就是送餐服务 人家那是什么呢 那是送法服务 直接把法送到门前 不仅送餐又送法 其实呢 话说回来啊 现在我们很多人 学法也是差不多了 那不需要供养 也不需要扶持 坐在家里 法就在眼前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总而言之呢 不管怎么说 广报啊 就这样留在 九五姐身边 再也没有打算去尼泊尔了 不管怎么说呢 从阿里到卫藏的这一路啊 九五姐途中遇到了很多位高宋大德 当九五姐他们一行人 到了一个叫做 参拉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啊 九五姐本来打算要给一群 顿武根根气的人们 讲说 萨拉哈大师的 多哈大武歌 但是呢 却制止了九五姐传法 他说这个法 对藏地来说不太适合 于是呢 尊者呢 尊者也信心的 没有办法传讲了 后来呢 他们一行人 抵达了后藏地区 在这里呢 九五姐遇到了他的另一位 另一位重要弟子 南九八千伯 说到这位南九八千伯 他的医生啊 那也真是百转千回 他出生在藏地 多米地区 他家里七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 也是因此呢 一出生就被父母送给了一户没有孩子的人家 后来呢 这户人家呢 有了自己的孩子 就把他转送给另外一户没有孩子的家庭 结果呢 这第二户人家也生了自己的孩子 于是呢 南九八的亲妈就出现了 跟他说 我把你生下来就是希望你可以出家为僧 所以呢 后来他就出家了 然后呢 有一天他的妈妈又出现 对他说 看来你的这个出家师傅啊 太忙了 没有时间教你 你还是去慰藏学法吧 就这样一波三折 他终于来到了慰藏 也就遇到了阿底西尔尊者 之后呢 他败在尊者门下 成为弟子 同时成为了尊者的侍者 后来呢 有那么一次 南九八想着啊 自己一直这样做 纠结的侍者 都没有时间去闭关实修 可能是自己的福报不够 可能是自己的福报不够 但是呢这个啊 念头呢被九五姐发现 所以呢九五姐就对他说 如果身口意都能 侍奉上师的话 就不需要再另做禅修 果然呢 后来在南九八 九五姐所有的这个弟子当中呢 南九八的这个禅修境界是最好的 修的最好 禅修境界最高的 连广报啊都说 中东八做翻译 南九八做仆人 我跑去实修 但是呢到头来 他们俩的境界都比我高 总之呢就是 南九八就这样 一路上就跟随了九姐 从未离开 优优独播子 北京的村子 北京的村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